大家好,我是口水鸡,你们可以叫我水水或者鸡鸡 曹操曾经约过,可以解忧,唯有报复 如果你觉得你有钱,女儿就一定喜欢你,那你就太肤浅了 比如鸡鸡今天讲的电影里的,女孩喜欢这个富二代并不是因为她有钱 而是喜欢她有了钱之后,塞发出来的真诚,自信,乐观,进取的优良品质 Baby和浪浪是一对热烈的小情侣,他们正在视频聊天 但Baby觉得自己还是个22岁的宝宝,聊天还不如跳舞 另一边,Baby的爸爸黑黑是一个事业永远的来人 他靠代购成猪土退在口水机去迷归而发家自处 今天,黑黑赢了自己60岁的生日 他少孙的儿子做一个屁屁屁,聊爸妈的狗血死 而少孙的女儿Baby因为回不来,也思评向自己的爸爸发送祝福 老爸,祝你生日快乐,我的叔叔很乖的 结果来朋友浪浪突如来空杖,给baby一个惊喜 呃,不用担心,这是我的私友,她是个铁梯 结果浪浪很快就证明了,自己比铁梯还铁 嘿嘿,昨天,公主儿那么呆成不做做 怕来开个偶像剧,别个切个手搭蒙眼睛的,扎不然就来朋友了 于是嘿嘿决定,带着老娘和儿子一路来上,来到了浪浪的家 准备瞅一下这个穷小子有啥子福气跟我宝贝女儿耍朋友 What the heck is that a facial recognition? baby接到家人,孩子也来到郊区 大家到底在哪儿呢?我们在他家的地牌上已经开了10分钟了 浪浪出来迎接老丈人,和他们挨过热情地打招呼 一家人被浪浪家里的前卫所震撼 浪浪带他们拆开自己的家 其实这个家很普通的 就是有个50多平方米的小厨房 有一些几百万拍下来的名画 还有一些哈佛高材上来给他当零食工 父亲虽然觉得他很有钱,但是人很怪 于是私底下悄悄地给女儿说 你看上他啥子了,我喜欢的是他的真诚 父亲很酸气,他因为那么多优点 咱俩只开到这一个呢? 为了讨好老丈人,浪浪决定和他们来个深夜谈心 很抱歉你们下午是因为我的事情闹架了 不过我跟他洗个鸳鸯浴就传伟活了 父亲心想,大伙谢谢您 浪浪觉得老丈人可能不开心了 所以害他的管家给嗨嗨做了一个高级私人定制的灭布斯帕 一块个人DIY一下 卧槽,咋一股sex god的味道哦 不要慌张,后面还有更精彩的项目 嗨嗨到老婆去拆掉浪漫的高级趴 高冷的老婆在浪漫的影响下也解放了过温的贴心 可能是跳舞跳得有点嗨 老婆一回到房间就过种脑个洞 腰痛 一栽到床 身上就有点软 还不要嗨嗨轻轻告报去高高才能起来 结果被嗨嗨拒绝的老婆 只能很少心里去厕所住了个SPA 结果嗨嗨不能给他的 一个马桶之约就能够这么买足 看到这里 机器好像晓得了 为啥子那么多人都喜欢去你一魂鬼买马桶 真正言用哈 毕竟婚姻是大子 嗨嗨觉得 一个小青年那么有钱 是不是有点没对哦 于是他找了个公司的程序员 远程指导他的黑浪浪的电脑 想看看他是不是个婉货富二代 在程序员的指导下 嗨嗨顺利的进入了电脑 但是门口有动静 浪浪和baby好像在吵架 而且就要进来了 嗨嗨心里很崩溃 他忍受了浪浪和女儿吵架吵了五分钟 都不敢发出声音 更奇的是 接着他还要忍受浪浪和女儿 住内住的是25分钟 为了给老丈人留个好印象 浪浪说过程已经买了 嗨嗨马上要倒闭的成都土特财 拜一个公司 其实公司已经快破产了 只是嗨嗨埋到家人 没有说 嗨嗨忍无可忍 你以为有钱了不起呀 于是和浪浪打了一架 你终于承认了 有钱就是了不起 嗨嗨带老婆儿子 跟女儿告了个别 就回家了 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啥口了 啥口能 浪浪准备的充气娃娃 都还没来得及给丈母娘看爱的 于是浪浪就带起贝比 住火塞人登门拜法 浪浪给贝比求婚 但是贝比却没有答应 贝比说 你还是多对了他身体嘛 啥子之后 人间是30分钟了 我再考虑考虑 看吧 机器最开始就说了 钱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但如果有钱 才是你最大的问题 关注谈自口水机微博 私信为什么是他 即可获得影片资源哦